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70年代到80年代 这样一个社会变化的情况下 它对人类历史规律及其意识形态的人动作用 给予了新的说明 那么上一次我们介绍了 讲授了家庭室友制和国家起源 就是恩格斯对家庭室友制和国家起源的考察 这个考察当中它实际上包含着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它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这个我们对它的两种生产理论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第二个它考察了家庭分工和室友制 在家庭室友制的分工和室友制的考察当中 它特别对这个家庭的这个结构 做了一个剖析 就是这个古代社会的这样一个 就是原来世俗社会的这样一个家庭 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它怎么发展起来的 它是怎么从这个里面产生出室友制来 就是它对它做了一个结构性的分析 分析了家庭内部的这样一个血缘关系 和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强调了社会关系 推动了这样一个家庭的发展 使家庭和这个亲属制度不断地发生矛盾 最后呢摧毁了亲属制度 所以使这个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起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它分析了这样一个家庭和分工的 这样一个家庭的发展和分工的这样一个关系 以及分工和私有制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呢我们都已经介绍了 我们说了就是说 恩格斯在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时候 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说明 现代文明时代的这样一个特征 现时代文明的这样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正是在这一点就是要揭示文明时代的特征上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它的这个考察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一个目标 那么正是这个目标呢使它和这个 和这个摩尔根的这样一个人类学研究啊 把它区分开来了 因为摩尔根的这个人类学研究呢 它仅仅停留于结识古代社会的这样一个 亲属制度和家庭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考察古代社会的亲属制度 而恩格斯的因为要考察现代文明 所以它是要它的那个思路就不同 它是要考察这个亲属制度是怎么被摧毁的 它怎么被摧毁的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方向啊 它是不同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讲的 所以诺的最后呢就要讲这个文明时代的特征的问题 文明时代特征的问题 在这个文明时代的特征上呢 所以今天我们讲它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文明时代的特征 在这个分析文明时代的特征的时候呢 恩格斯啊对比了世族社会 就是把这个世族社会啊和文明时代啊 把它对比起来 就是说对比世族社会来揭示文明时代的特征 他认为文明时代主最重要的特征呢 表现在它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那么在政治上呢 它主要的表现为以国家代替了世族组织 在政治上啊表现为以国家代替了世族组织 那么以国家代替世族组织 那么国家是什么 所以它在认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它首先呢就要认述什么是国家 为什么国家能够代替世族组织 它把国家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那么也就可以看到世族组织和这个文明社会有什么区别 它在关于这个国家的这个问题上 恩格斯啊 它有一个说明 它说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 是伦理观念的现实 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确切的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于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 不自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把冲突保持在次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 但又置居于社会之上 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就是国家 就是国家 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呢 揭示了国家产生的基础 就是认证了这个国家产生的这样一种合理性 这个合理性 这个观点它主要是讲了什么呢 就是说它反对啊 这个黑格尔把国家呢 就是说看作是人们的一种理念 一种理念 一种观念的东西 就是在恩格斯看来 它不是一个观念的东西 它是一个现实的 一个很现实的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那么这个社会机构呢 它是历史的产物 它是历史的产物 主要是针对哪一个 就是从起源的考察上 它是从世俗社会里面产生出来的 从世俗 首先它认为它从世俗里面 世俗社会产生出来的 这个是世俗社会当中啊 由于分工 私有质的发展 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就是分裂为不同的阶级 那么由于这个产生了阶级以后 然后阶级之间呢 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那么为了使这个社会 不在这个矛盾当中 这个最后崩溃 所以呢它要有一个 凌驾于这个矛盾之上的力量 就是说来调节各种社会的矛盾 各种社会矛盾 那么这样一个社会 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 人类文明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 和它的生成 所以这样的国家才产生出来了 所以这个国家的产生 这一点就表明 国家的出现 意味着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而国家就是阶级矛盾 不可调和的产物 它是经济上最强大的阶级 用于压迫其他阶级 维持其统治的根据 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恩克斯把这个国家的功能 也揭示出来了 就是说国家呢 它本身是调节矛盾的 调节矛盾的 那么为了调节矛盾 这个调节矛盾呢 也不是说这个国家 它是以完全中立的 这样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出现的 它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调节实际上 是经济最强大的阶级 用于压迫其他阶级 维持其统治的工具 就是说国家呢 它也是代表一种阶级的 也是有一个阶级意志的 那么这样一个阶级意志呢 它是和在经济上 最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阶级 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呢 占主导地位 统治阶级的这样一个意志的 这样一个表达 意志的表达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呢 就反复地强调 就是说 这个因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 对立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 冲突中产生 所以它造立是最强大的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 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压迫 被压迫阶级的手段 新的手段 那么这个恩格斯的这个分析 从对国家的分析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运用了 就是说它和马克思的 创立的维吾史观的基本理论 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一个分析 具体到国家上 具体到国家上呢 就是可以看到啊 就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集团 那么它和经济的联系是什么 就是之所以它能取得国家政权 取得国家政权 它是和它在经济上的这个统治啊 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恩格斯就强调 它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就是这个国家 它要是在政治上能够统治的话 它必须是在经济上呢 也是有赞统治地位的 赞统治地位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恩格斯的一个对国家的一个分析 那么看到了这个国家以后 就是说理解了什么是国家 那么就把国家和世处社会啊 就区别开来了 也就是说可以把文明社会和世处社会区别开来 那么恩格斯做了一个区分 他说国家不同于世处组织 就是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吧 它不同于世处组织的地方呢 主要是两个 主要是两个 一个呢是国家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就是它下面的国民呢 它是怎么划分的 恩格斯说它是按照地区 它是按一个一个区域来划分的 而世处组织是按血缘来组成的成员 世处组织啊 它是以血缘为纽带的 包括它一个世处中处啊 就这样的 所以呢 他们的区别呢 为什么呢 如果是按地区来划分的 那么它的治理方法是什么呢 是依法治理 就是它一定要按法律来治理 法律来治理 就是说每个公民啊 在你这个地区的公民 在你这个国家的公民 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法律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和义务 所以它是这个 它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 那么它有同样的权利有义务 那么同样的人们呢 它也是流动的 它也是不断地流动的 而且它要求这个人口的流动 但是呢 世处的成员呢 它就不同了 世处的成员呢 它是以什么呢 以它们的这个居居住的地方来使的这个 这个血缘关系啊 是让它们自身的这个血缘关系形成和连接起来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 如果你这个世处就长期在这个地方 那么你这个世处呢 就会除不在这样一个地区 除不在地区 就是说你不能流动出去了 所以它刚好是什么 是以不动为前提的 不动为前提 那么这是第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组织结构 和这个划分呢 它是不一样的 治理手段它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公共权利的这个设立啊 它是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 就是说作为国家 它设立的公共权利呢 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所谓特殊的权利呢 就是说它不再是 世处社会居民自己的武装组织 不是说每一个人 居民这个社会自己的武装组织是什么 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武器 每个人都可以武装 每个人都是这个 这个世处组织里面的一个 既是一个国民 同时他也是军事的成员之一 就是说你这个军事 他平常的话呢 就是说是组织生产 那么如果要是打起仗来呢 那是每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去参战的 而且每个人呢 都是这个军事组织的这样一员 但是呢 这个国家就不同 国家啊 因为他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 是由某一个特权阶级所拥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不是每个人都有武器 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武装 那也就是说 这个武装啊 只是属于这个特权阶级所有的 特权阶级所有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说 这个这样一种比方说 他就会有和这样一个 这个特权相联系的 就是表示他这个作为镇压工具的 那么监狱啊 还有各种强制性的这样一个手段 手段 除此以外呢 在经济上呢 他要求这个国民呢 就是说每个公民呢 他必须要缴拿一定的费用 就是作为这个 他的这个捐税 捐税 包括罚刑公债等 就是他是要养活 就是你的国民啊 必须要养活这样一个 特殊的这样一个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 这是 这是他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 除此以外 这个 而相比较之下 那么这个世俗的权力 世俗的权力啊 他是靠人们的尊敬来维持的 而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公共权力 我们刚才讲呢 他是靠法律来维持 靠法律来维持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世俗社会和国家 它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看到 就是说从世俗社会 到国家的这样一个变化 到国家的一个变化呢 实际上就反映了 这个社会的结构 它的权力结构啊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以此维持这个权力 这个权力结构的改变 也意味着 人们之间的这样一个 政治关系啊 发生了一个变化 发生变化 如果你在世俗社会里面 你是一个 就是说 是整个世俗里面的一员的话 你是不需要这个 交拿这个税供啊 还有这样一些东西的 因为这个 厨长一般的 都是选举出来的 都是选举出来的 而且呢 他是 就是一般的人们 都是靠信仰来维持 靠信仰来维持 而这个呢 这个国家呢 他主要是靠强力 靠强力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 以暴力来作为最后的 尽管他有很多这个道德的啊 什么这样一种维持手段 但是最终支持国家的是暴力 是暴力 这是 这是我们要理解的 实际上就是到现在啊 就是到现在 哪怕是和平年代 这个不管是在国际社会 还是在国内社会 这个暴力啊 依然是支持国家的一个 对强有力的手段 强有力的手段 这是 所以恩格斯的这样一个理论 对于我们思考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呢 它也是 是有方法认得意义的 那么恩格斯认为啊 国家既然是这个阶级形成的产物 那么也就是说 阶级对立这个发展到 这个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那么它也会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这就提出了国家消亡的问题 那么在国家的消亡问题上呢 恩格斯认为啊 他的一个前提 就是功能阶级成熟到 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自己解放自己 也就是说 他要通过啊 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样一个阶段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后来这个列宁呢 在国家与革命当中 发挥了得到了这样一个 充分的散识 得到了一个发展 这是讲这个政治特征 文明时代的政治特征 除此以外呢 恩格斯分析了文明时代的经济特征 他认为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呢 就是商品生产 就是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 那么这个商品生产呢 其实它是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他把商品生产 什么叫商品生产 它有哪些特征 一个呢 是金属货币的出现 就是说 从金属货币的出现 然后到最后有货币资本 利润和高利贷 就是能不能拿 这个货币资本呢 实际上是能不能的一个经济交往方式 它用什么手段呢 来维持和进行交往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出现了 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 就是说它同时你要有交换的话 那么有这个交换的中介 而和货币的这样一个中介呢 它会以商人的这样一个形式出现 第三个呢 就是出现了土地私有和抵押 就是土地的私有化问题 那么第四个呢 出现了作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 那么恩格斯开华这四个特征 那就说有博学了 有博学产生了 那么恩格斯开华这四个特征呢 它讲的是商品经济的特征 但是它在最早的 这样一个经济特征呢 在最早的时代 也就是说在奴隶时代呢 它的发展是不充分的 就是说还不是完全的充分的商品经济 而这个充分的商品经济呢 是在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恩格斯认为就是说 商品生产的输现 私有之的产生 是家庭革命和国家产生的全部基础 所以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结合上 决定了文明时代的特征 就是说实际上它分析的啊 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个是商品生产 这是经济的 一个是私有制 就是在这个时期的财产所有制问题 然后呢 这个由于这两个变化了 所以产生了家庭革命和国家 家庭的革命和国家的产生呢 这个也是相互联系的 并且是相互作用的 是相互作用的 这是恩格斯啊 分析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从恩格斯分析的这个思路 我们可以看出来 恩格斯啊 是从一般和个别两个 对于这个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可以从一般和个别两个方面啊 来对恩格斯思想做一个评价 就是说从一般的方面来看呢 恩格斯有关文明社会的起源 和基本特征的开阔 他认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 就是说看到这个文明社会 它是怎么起源 而是怎么发展的 特别对于这个私有制国家 这样一些认述呢 他可以说是 揭示了这个唯物史观的一个 最基本的这个原理 那么这个呢 不仅对这个西方 而且对中国啊 它是普遍实用的 普遍实用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进入了文明社会 它对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是实用的 所以你只要进入文明社会 你的国家的社会的这个结构 你的这样一个文明形态 那么都会都会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都是值得我们去解剖去研究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从个别的方面来看 就是恩格斯用以分析 文明社会起源的原始材料 都是有关西方社会的经济 家庭和社会演进史的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 都是一些摩根的这样一些材料 就是分析西方的这样一些材料 那么这就是他的这个结论 他所有分析的结论 包括这个对过程的分析 家庭和私有制的分析 都带有西方文明发展的个性特征 你比方说他对这个个体家庭的这个出现的 比方说对这个装偶制家庭的分析 对这个商品生产为主体的私有制发展 所得出的结论 都体现了什么 商业文明的特征 也就是西方商业文明特征 这样一个商业文明 就是他的这个西方啊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商业文明 他的经济社会怎么产生出来的 他的私有制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实际上呢 归根到底和他的这个最早的家庭形式 就是家庭啊 本身就是一个私有制的单位 他本身就是私有制的单位 所以他和这个东方社会不一样 东方社会是什么 是一个中法式的经济 是一个中法式的经济 他这个经济结构 家庭的结构不一样啊 决定了他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西方这个家庭的每一次发展 他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私有制的 推动这个私有制的这样一个进步 使他的这个血清制度啊 迅速的瓦解 迅速的瓦解 那么和这样一个特征不同呢 我们说啊 比方说东方社会 我们讲东方社会是中法式的经济 那么中国呢 也是一个中法式的大家庭的 这样一个经济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形式呢 实际上就构成了 中国文明社会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在注意这个特殊性的时候 我们不能以这个恩格斯的这个分析啊 简单的来讲中国的这样一个家庭 而是要你要分析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联系 一方面我们要 也是要联系这个家庭的演变啊 同时呢 我们要有一种不同的方法 去分析家庭和这个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